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李宗盛 我們今天首先講一下 概論 馬克思主義哲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和思想來源 在這個書的《概論》的第一句話 你們看看第一句話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 它的创始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那么这一句话是需要我们深入理解的 是需要我们理解的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这一个话进行分析的话 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话里面是有问题的 你们看看这个话是不是有问题 也就是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 作为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把它等同起来了 就是你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 这是个整体性的概念 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个个性的概念 是吧 是一个个性的概念 那么也就是说呢 把这两个等同起来何以可能的问题 这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有一个问题了 所以我们就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讲起 就是说为什么要这样定义 它的根据是什么 所以我们这样定义的话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概念的时候 首先要理解这个问题 在这里我们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等同起来 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性而言的 就是说这样一种 就是马克思哲学 也就是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当中 当然包含着他们具体的历史条件和具体的思想来源 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的思想 这个来源当中 他们的时代背景和来源当中呢 有着普遍性的内容 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整个发展基础性的内容 那么这个基础性的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说主要是两个 主要是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19世纪发生于西欧的产业革命 这个产业革命呢 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新起点 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这个产业革命为起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形成了什么 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工业的思考 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 对这样一个现代社会的这样一个思考 那么这样一个思考呢 可以说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同基础 共同基础 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 不论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 不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 都是以产业革命和它的变化为基础的 产业革命就是整个的产业革命 也就是说这个工业机器生产发展到什么水平 那么马克思主义呢 就会围绕这样一个新的发展来进行思考 以及它所出现的问题来进行思考 所以呢 它总是离足于这个资本主义时代的这样一个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展开 以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样一个视角来研究这个当代社会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产业革命就像一个红线一样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始终 而这样一个思考就是对工业革命的思考呢 可以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思想基础 其他的这个思想家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可能不会思考工业革命的问题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始终是围绕着工业的发展工业革命的问题 来思考这个它的哲学问题的 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 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 19世纪还是20世纪 就是说它都是按照这个线索在走 所以呢就形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呢 看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啊 他们产生的背景呢 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这样一个基础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马克思在恩格斯 在工业的基础上 弥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待现代社会呢 他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 基本原则和基本理论 从而呢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创造它的基本范畴 它的基本范畴可以说它的问题和它的理论 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了 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实践和辩证法的理论 马克思和实践辩证法的理论 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和辩证法 以及它们的思想来源 都是它们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 反复讨论的问题 并且是从这样一些问题的不断的讨论中 创造出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和哲学形态 同时呢也赋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和辩证法 以及它们的思想来源以普遍性的意义 以普遍性的意义 比方说我们说 这个马克思讲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其实说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在20世纪初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 还包括这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的一个起源 一个起源 它们都是通过探讨问题 包括探讨马克思哲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问题 就是重新探讨这样一些问题 然后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所以这样呢就使马克思的理论具有一种普遍性 由于具有这两个普遍性 只有两个普遍性 所以我们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根据 就是从它的普遍性根据来说 但是呢 无论如何 作为这个产生于自由资本时代 也就是说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 无论如何它都有自己的独特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 也就是说它还有自身的特殊性的一面 这些特殊性的一面呢 就刚好就是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特点相联系的 具体特点相联系的 正是因为它有它的具体性 所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有自身具体的特点 就是说有不同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 或者说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必然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这样一个特点 而且呢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呢 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来说 由于它们的具体条件 有些具体的结论 还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过时 而过时 这一点连马克思恩格斯本人都认识过 这呢 它有过很多 它们对这个问题上有很多很多的认述 我们举两个例子 就是两个和这个问题相关的例子 第一个呢 就是在共产党宣言 1872年德文版 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的一个序言 我们来看看这个序言 马克思是怎么认输的 我们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我们现在讲 对我们现在也有意义 也讲了这个共产宣言 它有它的普遍性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 一个共产主义的钢铃性文献 那么它里面有没有一个 我们就以这个为例啊 有没有过时的东西 有没有过时的东西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看马克思恩格斯 自己的这样一个说法 我们来读一下他的这一段话 他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 1872年 刚好他是18年发表的 那么到了7月2年的时候 他已经就说发表25年了 所以他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这个宣言中所闪述的一般原理 整个说来直到现在 还是完全正确的 某些地方本来可以做一些修改 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 正如宣言中所说的 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 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 如果是在今天 这一段在许多方面 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 这是他对第二章的啊 就是这个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 对这个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 这样一个认述 他的结果的一个认述 他说 然后呢他又接着讲 由于最近25年来 大工业有了巨大的发展 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 也跟着发展起来 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 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 第一次掌握政权 达两月之九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 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 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并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其次很明显 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做的批判 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 因为这一批判 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 同样也很明显 关于共产党人 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认述 第四章 虽然在原则上 今天还是正确的 但是就其实际应用来说 今天毕竟已经过时 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 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 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献 我们已经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 就这样一个共产党宣言 这样一个纲领性的文件 马克思恩格斯在写序言的时候就谈到 他已经有很多 就是和当时的历史情况相关的一些内容 已经过时了 他讲了这样一个 就是说比方说第四章 就是说对不同的党派的意见 他说这个党派过去了 那么这个也过时了 同时呢 他说这个包括对一些革命的这样一些论断 以及对这个社会主义的评价 就是马克思在这个 专门讲了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 但是这种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呢 他只是列举当时的情况 以后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情况变了 那么这样一个文献里面的这样一些内容呢 也过时了 所以很多啊 就是马克思啊 这就从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看到 马克思恩格斯 对他们自己的理论 对他们自己的理论呢 也是一种辩证的态度 辩证的态度 对他们自己的思想呢 也是要做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分析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例子 这是我们前面讲的历史 是马克思恩格斯 对自己的这个纲领性文件的一个说明 第二个例子呢 是恩格斯给卓尔格的信 这个卓尔格啊 是一个德国人 是一个德国人 他曾经参加过德国的 1848到1849年的革命 到了1852年呢 就到了美国 就侨军美国 那么就成了美国功能运动 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 也是白美社会主义功能党的创始人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呢 和他是好朋友 也是他的战友 可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 跟卓尔格是非常熟悉的 那么这个 他们就是说当时呢 除了这个卓尔格以外 还有一批德国人 就是到这个 到美国去 然后把马克思主义传到美国 所以这个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啊 是从德国传去的 而且呢 是在19世纪的中叶 也就是说50年代到60年代 就已经传到美国了 传到美国了 当时这个美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呢 主要是现于 就是说他的理论啊 并没有形成 就是主要现在这个功能运动 就是主要在功能运动这样一个层次上 然后呢 到了他们的这个美国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建设 是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 这是他们后来兴起的 现在恩格子讲的呢 就是当时19世纪下半叶的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美国从50年代60年代 一直到7080年代的这样一个发展状况 那马克思呢就批评啊 就是这样一个从德国到美国去的 这样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 所以就写了这个话 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啊 就是很有名的 讲的这个这个马克思主义啊 强调马克思主义和各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一个一个名言 就是恩格子在这个里面写 就是说德国人一点不懂得把他们的理论 变成推动群众 美国群众的杠杆 他们大部分连自己也不懂得这种理论 而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去对待它 认为只要把它背得烂熟 就足以满足一切需要 对他们来说 这是教条而不是行动的指南 此外 他们原则上是不学英语的 这个恩格斯就说什么 就说 这样一个就说对他们来说 他认述的是什么呢 就说美国人 就是美国啊 你从德国把马克思主义带到美国 你必须要和美国的这个革命实践和美国的功能运动相结合 然后创造自己的这样一个理论 创造自己的理论 而不能把它当做一种教条 就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面有普遍的东西 有普遍的东西 但是呢 它也有它的具体性 这样一个具体性呢 需要到其他国家的时候 就要把你的具体性抛掉 和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相结合 所以马克思在批评这样一些 到美国去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些德国人 德国人也就是对美国当时的这个美国功能党的一个批判 理论家的一个批判 对他们进行的批评 说他们连英语都不学 你从这个德国到了这个美国 你要去和美国功能运动相结合 要指导美国的功能运动 结果你连英语都不学 你怎么去指导 所以你就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学理 纯粹是一种普遍的东西 而没有看到它的一种特殊性 所以可以看到呢 所以通常的我们在引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个 要把它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 和各别的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时候 就把这句话作为一个经典 那么从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 马克思无论是对待自己的学说 还是对待他们的理论 在其他民族的发展 都强调它具有特殊性的一面 强调他们的理论 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会随着民族的这样一个变化而会有不同 正是这样 他们自身出现了这个思想发展 出现了从早年到晚年的变化 就他们自己思想有一个从早年到晚年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同时呢 他们也要求他们的理论 在不同的民族应该有不同的形态 有不同的形态 所以我们理解马克思的这样一个哲学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的时候 就要区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中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东西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 以及整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而不是用某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普遍的标准或一个尺度 去评判和据策其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因此呢 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连接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基本态度 也是我们认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来源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说我们只有把这一段话 我们所要包含的意思就是我们讲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 他的创始人是马克思恩格斯 把这一句话理解了 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解了 那么我们就好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 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他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样子来讲 这样来讲